平凡周周看,时事大家谈 大家好,我是主播平凡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七国集团 当地时间的5月3日至5日 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 在英国的首都伦敦隆重的举行 会后各方随即发表了一份联合的声明 其主要的内容就是指责中国和俄罗斯 声称这两个哥们,一个是霸凌弱者 一个是恶贯满盈 英文就是一个bullying,一个malicious 这两个英文词一般就是形容地痞流氓用的 而且这份声明长达一万两千多字 这不就等于中国古代告状的撞书吗 具体的内容简直不堪入目 为什么说不堪入目呢 因为我看不懂英文 看不懂英文没关系啊 咱们看看国内的报道就好了嘛 国内的报道说啊 这份联合声明对中国有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啊 魅力四涉的卑鄙内容 污蔑中国有侵犯人权的内容 还声称呢 中国利用经济霸凌别国 而七国集团呢 共同的努力呢 以阻止中方的胁迫性经济政策 英文呢就是coercive economy policies 作为七国集团的东道主 英国的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对着镜头啊 大言不惭的说 中国应该好好的照着镜子啊 顾及更多的声音 这简直荒谬 七国集团呢 声明指责俄罗斯 试图破坏民主 胁迫乌克兰 并不断的开展恶意的网络攻击 以及散布各种虚假的信息 等等等等 但是呢 这七国集团除了口头的支持之外呢 就没有什么提及采取什么措施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帝国主义不过就是一只纸老虎 那既然是纸老虎 究竟是谁给了七国集团的勇气啊 胆敢说中国和俄罗斯 一个霸凌弱者 一个恶贯满盈呢 相信这个七国集团 一定是来头不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啊 胆敢指责流氓的流氓 一定是大流氓 当然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啊 这个不一定是鲁迅说的 但是七国集团大有来头 这个是事实 他的前身呢 是始创于1973年的五国集团 英文就是啊 Gruple of Five 简称G5 创始国呢 只有五个 其中包括美国 日本 西德 法国和英国 这里呢 我们要特意注意一下西德 西德这个称呼呢 只是一个俗称啊 90年统一之前呢 他们一直叫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缩写就是BRD 这个R呢 就是Republic 就是共和国啊 西德当时采取的是民主制 至于东德 咱就不多说了 那当时是一个被镰岛斧头挟持的现代奴隶社会 如果小伙伴想了解东德有多黑暗 我推荐一部电影 叫窃听风暴 你就知道镰岛斧头有多大的威力 当时的五国集团呢 那肯定要排斥掉东德这样的货色 就剩五个民主小兄弟 在一起唱歌跳舞 开party 后来有一个叫意大利的小兄弟啊 不太高兴 哎呀 说你们这五个哥们玩的挺高兴 能不能带我一个呀 虽然说我总拖着欧洲的经济后腿 但我好歹也是欧洲民族的文化摇篮呢 也是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不是 多少能不能给他面子 正所谓心诚则灵 五国集团一看啊 意大利的哥们还挺真诚 就算得入伙吧 所以1975年呢 就变成了六国集团 随后呢 1976年啊 加拿大呢 也加入了 由此就形成了七国集团 每年开开首脑峰会啊 然后讨论讨论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七国集团最早呢 是法国牵头 但是呢 美国才是实际的盟主 冷战时期呢 七国集团也紧密围绕在美国周围 围堵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冷战之后呢 七国集团也一直致力于啊 批评指责中国 存在大大小小的人权问题 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呢 这就是流氓七国 后来呢 也不知道这个流氓七国呢 是吃错了什么药啊 在1997年 竟然吸纳了一个真正的流氓 那就是俄罗斯 这个引入俄罗斯的行为呢 就叫做引狼入室 自取其辱 之前我们有一集就讲到俄罗斯了 这个哥们呢 自从古代开始 就是世界的独流 苏联时期呢 又向全世界传播红色癌症 苏联解体之后呢 又以流氓的姿态 游荡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个原始的七国集团呢 可以说是世界中的高富帅 这七个国家 占有全世界58%的财富 有先进的民主制度 有高级的平均国民素质 最后怎么就接纳了俄罗斯呢 终于有一天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八国集团啊 经历了一场克里米亚危机 2014年3月 国际承认属于乌克兰的领土啊 克里米亚 并入了俄罗斯联邦 这个土地被吞并之后呢 俄罗斯事实上接管了该领土 当时西方各国的领导人啊 和北约啊 对于此事予以强烈的谴责 俄罗斯啊 你这个小次罗 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 小人一等 老子们不和你玩的 尤其是当时的八国集团 反应强烈啊 另外七个成员国认为 我们这里混入了这样的地痞 实在是有伤风化 所以七个成员国呢 一起发力 一计飞踢啊 将俄罗斯扫地出门 清理门户 至此呢 又回归了七国集团 从此再也没有关于俄罗斯的传说 但是2018年的时候呢 德国和美国也曾提出呢 让俄罗斯回归 这种邪门的要求啊 遭到了其他成员国的一致反对 也就呢 不了了之 七国集团呢 又回归了原先的七国 当然这里边的德国呢 就已经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东西德早就合并了 现在呢 由16个联邦州组成 首都呢 在柏林 那么这七个国家 竟然可以一起唱歌 跳舞 开party 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法国和德国 是欧盟的主要成员 那么七国集团和欧盟 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在五眼联盟中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就此呢 我们可以推断 这七国集团呢 跟欧盟啊 什么五眼联盟啊 虽然他们是不一样的组织 不一样的功能 但是呢 他们拥有同样的 初始价值观 相似的社会制度 还有共同的 耶稣基督的信仰 当然关于信仰呢 日本是除外的 日本的主要宗教 是神道教与佛教 但是很多日本人呢 只接受神道文化 并没有具体的信仰 基督宗教呢 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 在日本应该是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社会和经济地位呢都很高 所以基督宗教在日本 它的影响力是远大于百分之一的 其实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敬佩啊 这个原因我也至今未解 就是日本人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 而融入世界主流 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啊 比如我们看韩国 之前它是一个儒家文化啊 结合佛教为主的国家 后来逐渐的西化 成为了发达国家 宗教信仰呢 也随之改变 基督徒的人数呢 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 可以说呢 韩国已经彻底从佛教的国家呢 转化为基督宗教为第一大宗教的国家 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呢 支持了很多的民主运动 可以说韩国有今天的民主制度呢 基督宗教功不可没 所以这是为什么某大国啊 非常害怕基督宗教 而寄希望于像日本一样 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然后融入这个世界 这一点 我倒没什么好反对的 我个人认为呢 决定你的祖国的 不是你的护照 不是国籍 不是信仰 甚至不是血统 而是母语和文化 比如以我为例啊 我的母语就是汉语 我懂中国文化 我用中国文化 我吃饭呢 也用筷子 我穿中山装 我穿大褂 我知道其中的美感 这些因素呢 决定了我的祖国 永远是中国 即便我改变了国籍 也不能改变我的母国 那比如说我又生了一个孩子啊 假设生在加拿大 那么他可能就从小说英语 汉语就是第二语言 他接受的是加拿大的文化 欣赏的是加拿大文化的美感 那么我孩子的祖国 就是加拿大了 不是中国 所以我这个见解呢 可以直接解决台湾问题啊 我们有一样的语言 一样的文化 那就是同胞嘛 我有很多的台湾的朋友啊 我从来都没拿他们当外人 所以说回七国集团 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共同点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联合起来 就并不奇怪 当然流氓和流氓联合起来 我们也不奇怪 这就叫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古语说得好啊 古路无行客 寒山独见君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人生所贵 在知己 四海相逢 古肉亲 当然除了所谓的职业以外呢 还有一些组织 是为了纯利益而组在一起的 他们可能拥有不一样的习惯 信仰 社会制度啊 但是为了共同目标 比如经济啊 政治啊 安全呢 可能也会结合在一起 比如什么金砖五国 新钻十一国 东盟十国 二十国集团 还有几个比较边缘的绰号啊 亚洲四小龙啊 亚洲四小虎的 所以这个人类的联盟啊 它本来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归根到底 还是利益 刚才我们说了 是不是知音 那只能提高彼此的信任度 年纪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是利益 如果你想看透这些联盟之间的利益纠葛 我还是推荐一本书 叫做三国演义 理解全世界啊 能所有的联盟 不在话下 但千万不要相信电影里的 什么正义联盟啊 什么复仇者联盟啊 那都是站在固定的角度 固定的机位 给你固定的灌输 在这种电影里的联盟的观念呢 实在是太狭隘了 其实从广义上来说呢 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呢 都有很多的联盟 我经常在中国大陆听到这样一句话 南方人如何如何 北方人如何如何 这个就是在一个人的意识里啊 有一种广义的联盟思维 这个乍一看呢 好像是一个文化之争 但实际当中呢 还是为了保护彼此的利益 还有我们更常听到的啊 一种言论 动不动就啊 中国人如何如何啊 中国人强大了啊 外国人怎么怎么样 这个就说明呢 一个国家的国民 本身也是一种联盟 比如说生活中呢 我爱看电影 我加入一个电影的俱乐部 这个呢 就是一种联盟 我爱打游戏啊 线上的游戏 有线上讨论 线下的游戏 有线下的交流 那么这也是一种联盟 而且联盟之间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它还有鄙视链 比如说家庭主机的玩家当中啊 这个索尼的PS玩家呢 就鄙视微软Xbox玩家 而任天堂的玩家呢 就鄙视索尼的玩家 而整个的家庭游戏机的玩家呢 鄙视PC的玩家 鄙视PC玩家呢 鄙视手机玩家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了 联盟不光是说国与国呀 家与家呀 部落与部落呀 其实人与人之间 到处都有联盟 而且联盟之间维护自己的利益 很难说谁就是正义的 比如在七国集团眼中呢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就是流氓 在中国和俄罗斯眼中呢 你七国集团干涉他国的事物 是流氓中的流氓 那么究竟谁是流氓呢 这是一个绝对的主观问题 主要就是取决于你 站在哪一个联盟一边 好我是平凡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